一把剪刀一張紙 三十多年來 李幻章老師就這樣剪出了 無數個生動靈活的藝術作品 得過民族藝術新傳獎的李老師 三十多年來從事剪紙創作 不曾中斷 為了表彰李老師的藝術成就 兒童娛樂中心 特地設立了幻章館 在這裡 承設了五十多幅剪紙創作 希望讓民眾能夠親近剪紙藝術 也讓這項早上藝術可以遠遠流長 這裡有許多大型剪紙作品的展示 像這幅琴棋書畫 就是李老師花了半年多的時間 才創作出來的 剪紙帶給人很多的驚喜 在還沒有打開之前 你不知道剪出來的是什麼樣子 李老師每個週日都會來到幻章館 細心的教導孩子 讓這項藝術往下一代札根 幻章館目前免費對外開放民眾參觀 每週一修館 同學們也可以來這裡學習剪紙的技巧 歡迎一起來到五彩繽紛的剪紙世界 兒童娛樂中心 幻章館 好多了 好多了 先別忘了